近日有网友在视频平台晒出 孙岳参加综艺节目的路透 视频中孙岳跟着嘉宾一起在早市买肉 当得知肉一共190元时 看到孙岳一脸肉疼的表情 不少网友表示今天是孙老师请客呀 而且在路透中还有粉丝表示孙岳老师并没有那么胖 从视频中看孙岳老师确实是瘦了不少 据悉孙岳老师参加的是名为大世子家常小馆的24小时真人秀 孙岳担任厨子 孙怡担任前台嘉宾斌 管理担任全能服务员 而大能则担任立功 不得不说分工非常明确 就是不知道作为大象饲养员的孙岳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美食盛宴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当然综艺节目自然也少不了互动 在网友的路透中孙岳也没忘记抖包袱 当粉丝要签名时孙岳则是直接的拒绝了 粉丝则表示本都准备好了 孙岳则表示我还没准备好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有种去动物园的感觉 你们光看不头位吗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孙岳这个时间段还出来参加综艺节目 今年是又无缘央视春晚了吗 这个还真不好说 毕竟如今距离春晚已经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虽然无缘春晚但是有新综艺也不错了 毕竟孙岳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班了 还是一起期待孙岳能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美食盛宴吧